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图布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讲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细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乐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上节课咱们介绍了 内置函数 对不对 Smart内置函数 那介绍了一些没有 就是大家没有实际用途的一些函数 对吧 那剩下的函数 那有没有用呢 有用 但是不是说全是必须用到的 对不对 那Smart3和Smart2的最大的特点 就是它已经把这个东西做得很大了 对吧 大到什么程度 内置函数相当于一门语言 对吧 一门编程语言 那成为一门编程语言呢就有什么 就有变量 预算服务 对吧 表达式 流程控制 函数 对不对 和速度 辨量速度之类的 对不对 有这些就可以成为一门语言 而我刚才说的一个功能呢 内置函数都可以实现 对吧 但是呢 你想象一下 在模板中每工人员用 对不对 他只用到最基本的一些功能就可以 比如说如何显示变量 对吧 对 如何做一个简单的判断 如何辨论速度就足够了 而他提供的像语言 比如说有风循环 有外路循环 对不对 有一幅语卷 然后呢 有函数 对不对 特别是函数这样的东西 是不是最尽量交给PRP去做 因为它属于PRP那部分 对不对 你美工人员学这些是相当的困难的 所以这里边咱们都会讲 但是大家有一些是了解的内容 有一些是需要掌握的内容 比如说这几个咱们只学一个什么 变量的声明 像语言一样去学 学变量的声明 对不对 只需要大家了解就可以 什么是变量的声明呢 比如说我们在PRP里边 是不是咱们能声明变量了 配置文件识别可以声明变量 比如说声明Ssmartic 将一个变量SI基因 分配一个变量VR 那起个名字对不对 对不对 这是一个test的测试 看对吧 然后我们在摩板里边 对吧 访问这个变量只需要我们用定界红 到了骨盒盒 你看就可以了 来运行一下 index比较至低 是不是这是一个测试 我们就可以做到了 但是有的时候 对吧 美工人员他不需要PRP那边分配 在当前的这个位置 他就可以声明变量 怎么声明呢 看一下 就需要用到我们这里的函数 哪个函数 比如说额利 固执对吧 他有两个参数三个参数 一个是要分配的变量名 变量值 还有可使用的范围 这只范围就是比如说被包含的文件 和本身的文件之间 是在被包含的文件里边 能不能在包含的文件里使用之类的 这样的一些范围 但是这个都没必要 所以他就看同两个参数 比如说 他可以在摩板里边 直接就声明变量 什么呢 SI进行分配 VR变量名叫做 比如说叫做万 看到了 值就叫做 hello word 那你看我写这个的时候 他输不输出 你看这函数的时候 有没有输出呢 有输出吗 这只是个声明 要想输出的话 这个声变量和PRP声 分配过的变量是一样的 到了红罐 你看 比如说用两次 四次吧 是帕着我都可以 所以在摩板里声变量 这功能不常见 对不对 咱一般不需要 但是想声明 是不是就可以这样声明了 他还可以解决一些方法 什么解决方法呢 看 是明白 我们再声明一些 比如说SIG 可以直接写变量名 像一个字母串 比如说TOO 对不对 可以直接写值 对吧 比如说 嗯 这是一个DEMO 就不用加属性 看着可不可以呢 刷新没有 但是我们得应用的时候 才能用到值 对不对 然后我们用到SORROW TOO 你看咱们就声明两遍了 对吧 这是一个DEMO 对吧 但这样声明好像 太不够简单 对不对 在PP里变量 一个DEMO 等一个值 是不是就可以了 这里边也支持 看着 直接不用这个函数的方式 直接DEMO THIe3 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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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EHA 随便写个值 你看 这个是不是变量输出 你看 是没有输出 那用的时候 DEMO DEMO THIe3 其实我们这样 跟PPP一样 最简单的 上面两种是不是就不需要记了 所以EHA你需要知道吗 对 不需要知道 对 我们A 是不是出来了 对吧 看到这一行A了 就出来了 所以前面那也就不需要了 对不对 那头要不能 那声明数度五呢 你看 DALF FO 我们可不可以这样 等于 A1 这是所以数度 对不对 这样 等于2 先看出不出错 不出错 就说明文句 对不对 那我们在这会儿 用怎么用 当然 大家还没学便利 对不对 那我就直接FOR 然后下关线是0的 就下关是0的 输出来 然后 再 DALF FOR 下标是1的数出来 你看 什么一行 同样关联数度 我们也一样可以上描 什么呢 DALF FOR DALF 看到了吗 DALF B等于10 那我们想用的时候 也是什么 DALF FOR A A B 这Smart 特有的一种应用的风格 对不对 那我们看一下 也这样可以 对吧 对 那这样的话 是不是数度 我们也可以了 对不对 那除了这种方式 其实我们数度 还可以用到这里边的 另外一个函数 哪个函数呢 比如说 看到这个了吗 什么 追加 对 追加 往哪里追加 往变量里能追加吗 不能 往什么里边 往数度里边增加 你看一下 变量名 值 因代此是所以 对吧 比如说 我们这样 假如是想用追加的话 其实这种方式也是追加 更方便 对不对 但这里边介绍函数 咱们需要了解一下 这里边有一个什么函数呢 APPEND 是不是 VR变量名 等于谁呢 等于 比如说 先是VR 变量名是谁呢 是FOUR 是不是这个 往数里边最佳 最佳的值是什么呢 是 比如说 一行五 对不对 下标是什么呢 那个 index 所以比如说是 cc 先看一下出不出错 对不对 嗯 小心一下 没有出错 那我们怎么访问呢 FOU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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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 对吧 等于5 5 等于什么呢 等于 $ FOUR 增加号 下标为1的 加10 看到了 下面为1的 是不是这个 这个值是吧 咱看加10 可不可以呢 先看出不出错 对不对 没有出错 对不对 那我们看一下 Five这个值是多少 $Five 关一下 12 12 是不是就可以 所以我们这里边可以参与一些预算 那比如说加加减点好不好 是呢 我们看一下 $Five Five 加加 12 对不对 那我再输出一次呢 实在是受输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加加呢 怎么的 只加了又干嘛 又输出了 咱一般的用的不多 对不对 那我能不能这样做呢 $Five 还为一 加等于一 可不可以呢 可不可以用这样的符号呢 看他支持不支持 不支持 看到了吧 这样是不支持的 对不对 但加加是支持的 对不对 加加放在前面值不支持呢 加加 再看一下 小心一下 也不支持 对不对 所以他只有后边加加的一种可能性 对吧 当然还有一些细节 那么注意一下 你看 这两个 现在前三个函数应该没有你了吧 第一个就是什么 变量的复制 直接复制变量就行了 大家可以看下面的例子 你看 直接等一个变量名 然后使用的时候直接用 对不对 还可以数组的方式去使用 对不对 多为数的方式去使用 还可以添加的方式这样去使用 对不对 这是变量的方式 这个呢 如果在模板里用变量的话 我觉得这个会比下面两个多方便 对吧 这个呢 就是分配变量 咱前面用过 那看一下 变量名值 对不对 对 变量名值 对吧 那这个就是最佳 更不常用了 对不对 最佳 能复制变量到速度 你可以直接看例子行 什么名 所以对不对 然后也可以有解写方式 名和值不用写 但一代字这个得写 看到了吧 就这些 这就是我们这些颗件了 跟变量有关的 那咱们讲的碎顺 就按一门语言的碎顺来 对不对 那有变量 那下这课咱们是不是就流程控制 对不对 那流程控制 那下这课咱们介绍 一幅与俊 好吧 然后呢 还有风循环 外幅循环 然后咱们再介绍函数 然后再介绍数度 是不是这样的一过程 好 时间关系 这些课我们就了解一下 什么是变量 好 谢谢大家 我们这些课就就到这里 再见 拜拜 初学者在学习一门编程语言时 总结能力非常差 胡乱学习 对学习的内容和方法没有掌握 对行业的发展毫无了解 对自己的未来也很迷茫 为此 风格推出每天60秒语音 为你答疑解惑 加入风格微信公众账号 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用微信扫描二维码 或者搜索高乐峰兄弟脸 出来一个高大威武 有内涵的帅哥就是我了 点击关注 我就会天天骚扰你